那回城以后您做了哪些工作呢 接父母班在那个粮食局那个下面那个邮件店上班 那我顶替父母的工作 顶替母亲的工作 粮油商店 粮油商店里面工作 做营业员 做营业员 做了多久呢 做了十多年吧 后来就下岗了呀 就做到退学 我五十岁下岗 对于是八一年做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对吧 就是 下岗了以后 等于是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 再后来就没有参加过工作 在这边给私人打工 给私人企业里面上班 给他也打了十年工 那回来以后的收入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商店里上班的时候 在商店上班嘛 也是四十五块钱 就是把我们东北的工资带到那个商店了 直接移过来 您在那边多少 这边也多少 这边也多少 你当时回来以后住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房子 住在那个 我们那个粮油店 住在店里 你们夫妻两个都住店里 真苦死了 店里怎么住 我们那个油键店 它有管件是值班的 然后我提出来说 值班 不要有人 其他人 就我 跟我家属 正好你也解决你的住的问题 当时你家里房子住房是没办法给你腾出一间房来是吧 不可能的 家里 他家里面底下都没结婚 他六个兄弟 都住在这个房子 就是像这个房子 六个兄弟住在这个里面 就住这个房子里面 不是 房子跟这个差不多大 在南市区 当时你们家里面 你小时候的家是在南市区 那住的房子是多大呢 在南市区 也就十七 十七个平方 加上父母 加上父母 九个人住十七个平方啊 只有那么大的地方啊 那时候我姐还没回来 当时的八个人 这地有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住十几个平方 怎么住啊 睡地上 没有床 床都摆不下的吗 摆不下 男弟兄们都是 搁两 搁一个铺 睡地板的 搁一个铺也可以 还睡地板也可以 嗯 爸爸妈妈肯定睡一张床嘛 对吧 孩子们就是 睡地上 嗯 那你回来以后 所以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 所以你就住在梁站里面 就是梁店里面 那住一直住到 住了三年啊 住了三年 住到我们单位分给我的 这个房子 后来给您分了 分了这个房 分了这个房 分了一间这个阁楼给您 到现在一直住在这个阁楼里面 我们84年过 进来了 84年住到现在 住到现在 嗯 那这个 这个房子是 给你们居住的 还是有产权的 没有产权 就居住权 白卡 就等于是白卡 嗯 租的呀 当时 98年以前是福利分房嘛 对 就是分房分的 我还好 我分房的时候还没要钱 他弟弟他们分房的时候已经要钱了 嗯 那您没有 您单位里面也给您分房吗 我我我单位那个叫什么呢 叫这个公会主席 嗯 到他们单位去协商的 我们单位 更困难 集体 集体单位 要集体单位 他们是国营单位 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 我们集体企业 哦 集体企业 所以你们单位是没有分房的 有分房 有一套有一个住所就不给你分了 对对对 哦 是这个样子 哦 分房呢是这样的 我们最主要是两个人没有孩子 他就分给我这样房子 要是有个孩子呢 也分给他们稍微好一点差一点 哦 您妻子分了这个阁楼以后 你们两个就一直住在这里 哦 一直住在这里 嗯 也蛮艰苦的 我看 住的这个三个小阁楼 这么小的楼梯 现在你们年纪越来越大了 就是啊 这个楼梯是很窄的 很陡的 而且这个房子还要倒马桶 没有洗手间的 没有洗澡间的对吧 没有 退休以后就在私人棋里打工 嗯 收入怎么样 那时候他给我700块钱吧 700块钱 那是90年代的事情 嗯 一直干到 干了10年 到60岁 到60岁就退休了 现在退休工资有多少钱一个月 5200来块钱吧 5200来块钱 嗯 妻子呢 它是4200块钱 4200块钱 嗯 那加起来9000多块钱 现在两个人生活够用了吗 现在可以 生活够用了 生活是可以 就是我们这楼梯不行了 嗯 我刚才看了太陡了 太危险了 而且又没一个 又没一个扶手 嗯 我那些扶在这个墙上 嗯 那现在您养老身体还好吗 他就是动了大手术 现在他拿那个 哎呀我什么手术 那个残疾症 做了个什么手术啊 就 就啥 腰椎啥 腰椎键盘 嗯 腰椎 嗯 腰椎键盘突出是吧 太多 我腰椎那里面 又是狭窄 又是突出 哦 又是好多毛病 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 自己花 我自己花6万了 自己就花了6万了 那真的是个大手术啊 我后面有两块钢板 六个钉子 哦 到现在还没取出来 不能不取了 终生了 终生了 现在等于是你们两个就这么一个房子 这房子有多大面积啊 16.1 16.1 16.1 这就是属于你们的住房了 嗯 也算是有自己的房子 嗯 退休以后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平平常常 嗯 退休以后做的最多的事是什么事呢 哈哈 我去喝 还是喝酒呀 出去旅游过吗 旅游 旅游去旅游 我这个大西南我都去过了 哦 西南到云南那边 嗯 云桂川 云桂川那边都去过的 嗯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前年到云南了 嗯 前年是吧 嗯 前年到云南 在前两年到九 在前两年到九 再够 就就你们夫妻两个去的 嗯 跟他们弟弟妹妹 哦 弟弟妹妹一起去的 还去过哪个地方 贵州 嗯 贵州没去的六七年了 就退休以后就去过这几个地方 那还多了 不能大厢林 上北京上大厢林 大厢林我们原先这个地方 哦 就是下厢的地方 嗯 去玩一下 去回顾了一下 嗯 哎呀 都是大家去看了 眼泪不是感情很深的 嗯 原先那现在那边还有几个老公呢 嗯 国外去过吗 国外去到俄罗斯一个城市 就是黑河 黑河过去 黑河对面就是 就去俄罗斯那边去玩过一次 好 你们还好这些生活 那贫历大概是多少呢 是每年都去一次还是怎么样 几乎 在农家路 农家路我们经常 年年去的 就附近的农家路是吧 几乎每年都去一次 去几次了 有时候四次五次了一年 那退休以后 你们除了旅游 旅游的时间毕竟少啊 大部分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呢 基本上都在家里 基本上在家里 都在家里面 有时候到歌厅 哦 你们也喜欢唱整歌 跳舞吗 跳舞不跳 嗯 叔叔 叔叔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原先嘛 喝酒 嗯 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然后嘛 插麻将 嗯 然后老鼠全部不来的 哈哈 哦 就这两个兴趣爱好 喝酒 啊 搓搓麻将 啊 你刚刚说 你有去这个 后来去那个林场 有去看过一次是吧 嗯 是哪一年呢 也是 六十六岁嘛 六年了 七年了 六七年前 一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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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年去了 当时你们是多少人去的 我们四个 四个 他那个唐哥 还有他唐嫂 也没有邀约其他基金 跟你们一起去 没有没有 就你们家里四个人 我们家里四个人去 嗯嗯嗯嗯 去了那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看到那边 变化大了 变化大了 要保护起来的 嗯 然后那么 塔和县 建设的现在很漂亮 嗯 原县 都是 铺铺房 铺的很 房子 现在呢 有楼房 临走 都要分开了嘛 我 在他们家完了以后嘛 要分开的 都是劳力充分的 哦 真的 您当时那边 跟那边的感情也蛮深的 对不对 蛮深的 想不到 我直到原县去啊 留我们吃饭 我们俩没吃 真的 他也能花花的 哦 在那边最好的朋友 还有 有哪些人呢 我知道原还在 嗯 还有几个老公人 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 嗯嗯 特别是一个朋友 嗯 他有五个儿子 都跟我们一往来 到现在还有往来 还一往来 嗯嗯 我这个人一起到什么地方呢 我的那个朋友 那个他是没告诉我 哦 后来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 我还特意上他闻上去 哦 嗯 租关的 也有租关的 我们林昌 就是我们那个一块区的 嗯 他也是那个 南市区的 嗯 他当最大的就是 那个那个时候 南市区那个 纪委副书记 哦 他回来以后 做了纪委书记 他关注的最大 啊 他最大 嗯 上海之亲大新安林 秀峰林场 50周年 演艺会 哦 当时去了有多少人呢 将近三百两个吧 三百 三百个人 都是你们这个林场 你们这个林场 秀峰林场 秀峰林场 哦 我们呢 你看有三面棋 一个是 上 呃 一个上海之亲 黄岩之亲 还有那个温州之亲 有三面棋 上一次是19年聚会是吧 嗯 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再上什么 四十五周年 四十五周年 五年前了 嗯 五年前 嗯 你聚会的时候 看了这些知青 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都蛮激动的 一见面 都说些什么的 我手 拥抱 拥抱 嗯 都老了啊 都老了 头发也白了 年轻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都是小伙子 就是 对吧 我说说过这句话 都过洞北的 像特别是到我们林场 那么那么借口的地方 都挺过来了 都是好汉